美洲最著名的三大古文明 分别是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 其中印加文明面积最大 统治范围从厄瓜多尔延伸到智利 多达250万平方公里 是玛雅文明或阿兹特克文明的十倍 印加帝国征服了南美多个早期文明 融合了他们的文化传统 形成了统一的印加文明 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历史奇迹 今天的秘鲁正是当年印加帝国的核心区域 我们来到秘鲁 有哪些最精彩的历史遗迹不应该错过呢? 第六名 欧燕台古镇 欧燕台古镇位于马丘比丘东边约50公里 小镇的街道 房屋和广场等 都保留了印加帝国时期的原貌 虽然很多房屋已经翻修 但仍然用古老的石墙作为基础 小镇的很多道路 还是当年的石块路面 镇上的居民 很大一部分也是印加人的后代 小镇的西北 有座保存完好的欧燕台要塞遗迹 这座要塞建于15世纪的印加皇帝 帕查库特克统治时期 它不仅是印加帝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还是重要的宗教场所 屯兵据点和储粮仓库等 这座要塞由巨大的花岗岩石累器而成 没有使用任何年和剂 却都是天衣无缝 赫赫有名的六巨石太阳神庙 每块巨石都有几十吨重 体现了印加人高超的建筑水平 与雄厚的国力 欧燕台古镇于1983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第五名 胡卡金字塔 胡卡金字塔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市内 它是一座大型金字塔 高约25米 面积约16万平方米 金字塔建于公元7世纪至公元14世纪 是利马文化和瓦里文化的宗教和行政中心 这两个早期文化是印加文明的前身 胡卡金字塔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建筑材料 它们不是通常的石块 而是未经烧制的粘土砖 这些砖块排列整齐 层层堆砌 砖之间留有空隙 专家们认为 这样的结构有助于抵御地震等自然灾害 使这座金字塔千年不倒 金字塔顶部是举行宗教与祭祀活动的地方 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许多陶器 纺织品和祭祀遗骸 展示了古利马人和瓦里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 今天 这座金字塔已经成为探寻前印加文明的宝贵窗口 第四名 昌昌古城 昌昌古城位于特鲁西略市以西大约两公里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土砖砖城之一 面积达20平方公里 这座古城建于公元850年左右 是秦牧文化的首都 在长达600多年的岁月里 它一直是南美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直到公元1470年被印加帝国征服 古城的建筑多数以土砒砖为材料 整座城市布局十分精巧 包括了宫殿区、宗教区、行政区、储藏仓库和居民区等 城市的墙壁上有精美的浮雕 包括几何图形、鱼鸟等动物 显示出秦牧人的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引人注目的是城中的大型储水池和水渠系统 反映了秦牧人在沙漠地区利用水资源的智慧 距离古城遗址不远是昌昌古城博物馆 内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包括金属制品、陶器和纺织品等 展示了秦牧人的成熟的工艺技术与艺术水平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昌昌古城列为世界遗产 成为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圣地之一 第三名,库斯科的萨克赛城堡 秘鲁名城库斯科曾是印加帝国的首都 随着岁月的流逝,整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 但这里的很多古老建筑仍然闪耀着印加文明的辉煌 1983年,库斯科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萨克赛城堡位于库斯科以北两公里海拔3700米的高地上 是一座大型军事要塞和祭祀中心 萨克赛城堡建于公元1438年至1527年 经历了印加帝国的三个朝代 城堡由巨大的石块堆砌与拼接而成 最大的重达200吨 每块石块都经过精确的切割和拼接 许多石块缝隙之间连纸都难以插入 这是一座被称为美洲师门的关卡 仔细看这里不规则形状的石块 都被非常巧妙与精确的堆砌与拼接起来 展示了古印加人高超的石头加工和建筑技术 城堡有三层巨大的护城墙 呈现巨大的锯齿形状 这不仅使工程者父辈受敌 难以破城 还增强了城墙的稳定 抵御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 三层城墙之上是一大片平地 可以看到城堆的石头是损毁的建筑遗迹 这里曾是印加皇帝举行宗教典礼和军事演练的地方 我们来到萨克赛城堡 不仅可以观看巨石城墙的奇迹 还可以身临其境体会古印加文明的神秘与辉煌 第二名 西潘王陵墓 西潘王陵墓位于毕鲁齐克拉约城以北八公里处 这里是美洲墨切文化的发源地 墨切文化兴盛于公元一百年至七百年 是印加文明重要的前期文化之一 西潘王是墨切文化最重要的君王 1987年 秘鲁考古学家沃尔特在此发现了完好的西潘王陵墓 这个发现轰动了考古界 被人们称为美洲的图坦卡蒙 在灵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包括西潘王的黄金面具 胸式 耳环和权杖等 它们展示了墨切文化卓越的精工技艺和艺术成就 灵墓中还发现了大量淘气和雕塑 这些带有动物和神话生物形象的精美淘气 展示了墨切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和丰富想象力 灵墓中还有金属制作的精巧武器和工具 说明了墨切文化已经有成熟的金属加工技术 在这座博物馆中还设有一处复原的灵墓场景 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西潘王灵墓的发掘过程和原貌 今天 西潘王灵墓已经成为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第一名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修建于15世纪的印加帝国时期 是印加皇帝帕查库帝最重要的行工与军事要塞 它位于库斯科城以西80公里处 海拔2430米的高山上 马丘比丘的建筑具有非常鲜明的印加文明的特色 有用巨石建造的宏伟庙宇 也有用较小石块建造的住宅 石块之间没有粘合计 却能紧密地拼接起来 显示了印加人高超的建筑技艺 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阳神庙 用于印加人供奉太阳神 太阳神庙由圆形塔楼和附属建筑组成 结构复杂 巧夺天工 这是一座观星象的天文台 内有观察星月的两座水池 印加人同玛雅人一样 通过水池水面的反射来观察星月 马丘比丘古城周围还有大量的梯田 这些梯田依山而建 规模宏大 是印加农耕文明的杰作 遗址中还发现了完善的水渠系统 这些水渠由石块砌成 蜿蜒曲折 四通八达 这些都说明印加人已经掌握了完善的灌溉技术 马丘比丘于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还被评选为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 被人们誉为天空之城